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舰成小艇登上秘苏里 号的 秘苏里号舰的猪甲板 有两三个足球长大 但这时也显得小了 走动不开 到处都是秘密促促排列的身穿卡机制服 持枪速力的陆战队士兵 云衣洁白 折痕油仔 满脸笑容的水兵 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 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 灰色的剑身有七一型 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 斜尺天空 热天天音 灰云四照 海风轻浮 海面上舰船如林 飘扬着美国国旗 舱面上人影秘籍 都在向秘苏里号舰注视着 小艇往来即使如奔马 挺后白浪如链 摩托神如猛兽怒吼 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秘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 陆地看不清楚 躺在远远的道路中 签字场所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 签字用的桌子 原来准备向英剑乔治武士 号接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板 因为太小 临时换用本件式官室一张 吃饭用的长方桌子 上面铺着绿椅子布 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 每边放一把椅子 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 波音时可直通美国 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队门 如同装饰枝棉花一般 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 三十一颗星 长六十五英寸 扩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 赦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 首次来日通商的美江佩里携制日本 在日本上空飘洋过 现在 旗的位置正下是签字桌 桌子靠里的一面 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 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 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 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 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 给拍电影和拍照片和摄影记者们专用 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 大炮的炮座上 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站住了 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了木台上 离开签字 卓约两三丈远 在竹甲板的右前方 倾靠闲踢出入口的地方 排列着水兵 乐队合路战队荣誉仪仗队 口山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 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八点多种 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 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 米苏利号是他的席舰 因此从莱克的立场讲 他是主人 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 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为一个个没守寒暄 之后 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 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 舰上升起尼米兹度五星将棋 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 说过这样一件事 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期的那匹白马 他说 想等击败日本之后 骑上这匹鸣鞠 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 他还说 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 准备到那时怎么使用 一个忠实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 送他一副马刺 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 我还想起 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 突然疯传秘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就 现在 马就没有盖 银居未渡海 但日本代表却登舰亲自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 将领们不断道来 文字记者掩耳亲注四方 手不停地做笔记 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 获利获贵 相机对准各处镜头 强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 这时候 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 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 仗着不懂英语 在舰上到处跑 任意照相 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 只能站在原定底点 听后英语命令 无法随意挪动 这时 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 都是美国高级将领 他们满脸欢喜 说说笑笑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八点半 跃升大起 一位军官宣布 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导 他们是呈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 请客 间 从竹甲板大炮后 走出一列衣着书役的人 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 他穿着一身捷径的滑稽军服 左胸上两行军手 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环米后 实际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 随后 英国 苏联 澳洲 加拿大 法国 荷兰 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 这时 记者大忙 上层甲板上 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 一时间 中国话 英国话 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 荷兰话 俄国话 起伏交流 笑声不绝 身衣影动时 只见中国代表身穿身辉黄军服 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 短裤制服 并穿着长袜 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 裤管上还相有长长的红条 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 法国代表本来穿着羽衣 鞋一根手杖 这时也卸衣去账 露出一身淡黄卡基制服 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唯有红边 真是五光十色 目不暇接 八 十五十分 月圣又想撤上空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道 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 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 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 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棋 和尼米兹的将棋并列 军舰的驻为杆上 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 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捉铬立的以面列队境地 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 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 这时有人说 日本代表团将到 我积极巧手望去 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用铅铁骑驶来 不久 因为美国军官领先 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竹甲板 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 即放下首例证 乐队既然 日本代表团外向众光魁在前 臂上挂着手杖 一条针腿一条甲腿 走起路来一敲一拐 登梯是有人扶他 他头上戴着大礼帽 身穿大礼服 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 梅金梅之狼随后 一身军斧 重步而行 他们一共十一个人 到上层甲板后 急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 面对桌子列成三行 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 这时 全舰竟悄悄一无声息 只有高拳的旗子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烈烈声 重光一腿失于松户战争后 一次在上海鸿口阅兵时 被一位朝鲜制式引奉告 投掷一枚炸弹炸断 梅金是前天今日本驻屯军司令 著名的和梅协定日方签订人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 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 曾几何时 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九十整 麦克阿瑟和尼米兹 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 麦克阿瑟走到阔阴姬前 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 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 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 站在守卫 麦克阿瑟只讲稿在手 极清晰 极床言 一个字一个字对着阔 阴姬宣读 日本代表团肃力径庭 麦克阿瑟读到最后 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 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 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 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他说完后 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 审视那两份像大叔家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 证明无误 然后又折回入队 众光魁挣扎让前行进签字桌 出帽放在桌上 瞎身若移 以仗乙鞭 出手套 持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 才从一袋里取出一只字来水笔 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 梅精梅智郎随即也签了字 他签字时没有入座 右手出手套 立得欠身只笔签字 这时是九时时分 军舰上层传了一声轻快的笑声 原来是几个矛头小伙子水兵 其中一个正身臂点着 下面的眉睛在又说又笑 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 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 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哥 国签字 接着回身邀请魏瑞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 为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 潘是新加坡沦陷十英军的指挥官 两人步出行列 向麦克阿瑟敬礼厚礼在他身后 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 掏出笔签字 才写一点 便转身把笔送给魏瑞德 魏瑞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 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 他一共想了六支笔签字 签完字后 回到阔印记前说 美利坚和中国代表县的签字 这时 米米兹不出行列 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 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 海 西两人出列后 米米兹入座签字 签完字 就各归原位 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 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 徐永昌布置桌前 由王师陪同签字 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 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 之后 英 苏 澳 加 法 和等国代表 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 先后出列 向麦克阿瑟警力后 请人陪同签字 陪同的人到州最多 有四个 荷兰 新西兰最少 各一人 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 中国最严肃 英国最欢愉 苏联最威武 荷兰代表在签字前 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 全体签字币 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 退入将领指挥室 看表是9点18分 我猛然一阵 9 18 1931年9月18日 日后制造沈阳事件 随即侵占东北 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维满通车 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 到战时间也正好是9点18分 现在14年过去了 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 再东京完签字投降了 天网恢恢 天理昭彰 其此之位于 投降书按预定程序 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 另一份牛盟国保存离场 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 迈克阿瑟的参谋长苏塞兰将军 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 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 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 似乎在商量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记者们议论纷纷 后来看见苏塞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赏 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 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 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个 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 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 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 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 所以才和迈克阿瑟商调 苏塞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 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 倒霉的日本人 缘分投降书也不是前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界 上小艇离去 在他们还没有离间时 11架超级堡垒排列 乘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 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鸡声中 我正在数架数十 只见后面黑影猝猝 避空而来 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 飞的飞机 一批接一批 密密麻麻 不知有多少架 请客间都到了上空 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 大战中空军将士绝功甚为 理应有此荣誉 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 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 郑重其事的对他的同伴说 今天这一幕 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 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 代代相传 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人 千万民众流血牺牲 省力虽最后到来 代价却十分重大 我们的国是犹弱 问题仍多 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 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 否则 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 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就此以奸血 中国英新生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 1945年9月3日写于 横须鹤港中军建商 朱启平尽照作者简介朱启平 1915年11月1993 袁敏 朱祥林 祖籍浙江海岩 1915年11月生于上海 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 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设 129运动爆发 未参加参加学生运动 他继一改读新闻 西基事变后 他辍学南下 辗转到重庆 先后在新署报和国民公报工作 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 1945年9月2日 朱启平作为大公报 驻太平让战区随军记者 在密苏里号展舰上 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 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 他当即写长篇通讯录日并发表 反响强烈 这是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投降仪式通讯类作品的壮人之作 N素材来自网络 南书房整理发布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